歡迎來到大亨的博力生活 我不是大亨 我是Wilson 那今天的特別企劃呢是 華安川七 經典回歸我們的 紅龍杯 紅龍back 我們要尋找冠軍之路 那第一集呢就是邀請到我們大亨 嗨 大家好 我是大亨 我其實我有跟你提過 就是其實 我開始接觸撲克的時候 也是因為你這副撲克的 對 然後時間大概是在 算是誤入歧途還是走向正確的道路 這還不知道 這還正在走的當中 那其實時間大概是在2013 我記得那時候是在電視上看到 你在EPT尋回賽上面的轉播 對對對 那時候我在Fox TV才做轉播 那時候是跟哪個組合 我跟常富寧還有千惠城 那時候其實我記得我是在大學的宿舍 然後就看著電視 聽到常富寧的聲音很熟悉 然後又聽到大亨 然後有曾經我在節目上看過你 所以那時候才開始接觸這樣的運動 就看了好幾年的撲克 所以這邊我想問一下大亨 就是 是從什麼時間點開始 決定成為職業選手 想法應該是從 我打撲克的 沒有多久 然後我當我知道有職業 Polet Player這一個 這件事情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你只要 好好認真打牌 你有天分 又有一點 又有一點運氣的話 你可能三年就可以賺兩千萬 那時候我就想 其實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還在錄大學生的美 那時候錄節目就覺得這是好玩 請因緣際會過去錄節目 可是後來自從接觸到撲克之後 我就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從非常小的時候 我應該幼稚園中班就會玩 減紅點 10點半 21點 然後13支 大二 因為我媽以前就開場子 所以我以前就 有接觸到很多博弈類相關遊戲 然後豪神星很強 然後有一次我們在家裡人玩說哈 我是AA 一張牌蓋著一張牌打開 那AA 然後我記得有加很大 全部人蓋牌 然後二姐就跟我說 你看你有沒有假那麼大 你AA 那我就哭了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在很小的時候 我記得 那時候都有看賭俠和賭神 我師父跟我說過拿AK不賭是棒槌 幼稚園的時候 我記得每天早上起來 我就會看一次賭俠 在大班的時候 所以我從小對於這個 就算是很有興趣 然後直到原來有德歐撲克這件事情 原來還可以有職業選手 從那一刻 我知道這件事情的那一刻 我的心裡就想要成為職業選手 但是也是經歷了一些當兵 一些其他的事情 直到完全退伍了 搬去澳門 我覺得那時候才算是 可能2009 有這個念頭 然後等到退伍 然後去了澳門 然後才變成全職的 直接撲克選手這樣子 是不是在2013的時候 有拿到紅龍杯的冠軍 這個啊 這個獎盃 斷掉 他下面有一個底座斷掉 這一場就是我在紅龍杯 拿到的第一個冠軍獎盃 然後那時候 我才打牌好像半年 然後覺得 幹媽啊撲克也太簡單了 隨便打了 因為我在拿這個獎盃之前 就是這個3000塊的eBay 那時候拿到這個eBay的冠軍 我先拿一個第三名 同一年 那時候他連兩場接得很近 我先拿一個第三名 贏了一些錢 然後又去贏了 我記得這場贏了大概是10萬港幣 然後10萬港幣 那時候40萬台幣 其實對我那時候大學來說 我覺得算是蠻多的 我第一個的獎盃 雖然被我弄斷了這樣 那從那時候到現在 其實也經過 在你11年了 那這11年當中有沒有想說 等於說給自己的一段話 或是勉勵自己的一段話 就對整個旅程來講 其實其實也從打撲克 學到很多事情 因為打撲克你的情緒不穩定 會讓你輸很多的錢 所以我覺得反而 因為打撲克只有讓我休養變得很好 因為你每天被卑鄙 每天被操生 每天遇到挫折 是常常會遇到的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 就跟朋友有一個共識 然後這句話呢 也是我們現在 Poker券公司的一句話 就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都是好事情 對 這邊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自己個人也很想要問大恨 因為其實對我這種撲克小白 我其實可能是從2020才開始接觸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 其實 紅龍撲克這個名字 對我們來說其實就是 好像有點熟悉又有點不熟悉 所以我們想知道 可能紅龍撲克對你們來說是 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像以小六來說 小六其實就是在2018的紅龍盃一戰成名 還有一個BRAV 他對方的三條打開 就是Final Two Table 所以印象很深刻 所以其實紅龍盃你說 對於我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我覺得他就是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第一個冠軍獎盃也是在那邊拿 對啊 我第一個撲克的冠軍獎盃在那邊拿 然後也是一個我撲克的起點 那雖然現在整個亞洲撲克的系列 比賽越來越多了 然後當然打撲克的人越來越多 而且你看從以前只有澳門 像澳門 台灣 日本 越南 菲律賓 什麼地方打 然後甚至大家都還有聽說什麼泰國未來亞洲班比賽 所以就像歐美一樣慢慢變成一個 比較多人會去願意參加的一個休閒社交活動跟趨勢 這次紅龍盃在龍年的時候回歸嘛 那我會覺得就是一個我覺得很盆棒 就有一種老屁股然後去又回去 還是那種參加同學會 回娘家的感覺 回娘家的感覺 以前一個歷史悠久的一個大品牌 然後可能沒有聽過像你啊 像一些朋友帶他們去 這是我們 一起去參加 對 然後爸爸帶小孩的感覺 所以大成就是 你在這11年當中啊 其實也經歷過很多國際上的大大小小的賽事 然後通常你是怎麼去可能做賽前準備 有一項是這一次在暑假的紅龍盃 這兩年的撲克其實還蠻熱的 就是大家就是越來越多人參與 那有很多的新手有沒有 可能對於他們來講說 如果要參加這次紅龍盃 有沒有什麼可以就是建議的方式去準備 就我覺得每個人準備的方法都不一樣 你可能人生的階段不一樣 也準備方法不一樣 如果我要去準備參加一個大比賽 好像是紅龍盃好了 我要準備的事情就是什麼 先幫老婆小孩的買機票安排住宿 然後把全家裡帶過去 或者是在一個大賽之前 先帶全家來去某個地方玩 就你知道就是 在我現在這階段 就是我必須要先安內 找辦法攘外嘛 所以我一定要先把家裡的事情都顧好 我們才能好好去比賽 可是如果像以前 就我們在大賽期間 其實我們會 我們會一直很保持 對於排桌的敏感度 就是我們會在比賽前 前一兩週或兩三週 我們週末會打很多線上的grind 很多線上的比賽 去更習慣桌上的可能是 籌碼量、籌碼筆、下注賽事 因為有時候 其實像我現在打牌 打到現在大概是第15年 然後可能結婚之後 然後還有一些工作結構的轉變 然後對於打牌 就我們可能沒有像以前的這種 敏感度這麼高 所以我們就可能需要在賽前 去打更多的手牌 去回到那種牌桌上的感覺 然後可能會去實體的比賽去打 或者是譬如說先到一個系列賽的一個賽場的時候 像紅紅杯 那我們開幕賽一定會打 就算是1萬塊台幣 買入或是小的比賽我也會打 所以我覺得就是每一個人的階段性不一樣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要去的新手的話 我覺得紅紅杯是一個很適合的一個賽事 因為他以前本來就是亞洲最大的賽事 他也不排除 他未來有可能會是一個 亞洲的一個最大的賽事之一 因為他現在有很多大陸玩家會去 接受到打比賽 那變成是說 他有些比賽雖然比較小 但是因為人數非常多 你可能就是因為一些小的比賽 你會贏到非常非常多的錢 像我們以前去打紅紅杯的時候 我就說主賽是可能只有兩三百人 可是現在我覺得這是主賽至少1000人 所以你只要真的有打到很後面 你的獎金會比以前都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一個小比賽 又有這麼大的投資回報的話 我覺得紅紅杯一些小比賽 對於一些新手 加上這次都是暑假 我覺得是蠻適合新手過去的 我記得當然在影片中有提到就是說 蘇宇在撲克上其實都是非常常見的事情 其實最重要的是 比賽過後的反覆去回復之前的手牌 然後去檢討 去覆盤 然後去學習 那才是最重要的過程 那在對於現在有那麼多新手玩家 這樣怎麼去學習 然後去檢討 因為可能大家一開始都不太懂 有沒有什麼比較正確的方向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軟體 大家最常用最好用的就是GTO V色 那以前Parasota 你還會設定一些東西 我覺得有些門檻 那GTO V色其實很簡單 那我覺得對於新手來說 最重要的應該是prefile的範圍 你很多問題都是 你在Rever在Turn 你會遭遇到問題 就是因為你牌不夠好 你這個牌的覆蓋範圍不夠大 所以變成是說 你prefile如果打錯範圍 或是你打範圍太弱 會影響到後面就是因為 要麼很大你很好打 要麼很小你就蓋牌 那卡在一個中間 或是你Kick不夠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犯錯或沒有位置的時候 所以學習prefile的Rage很重要 那我覺得前期學習的方式 像我剛剛講的 GTO V色的那個prefile翻牌Rage 是免費的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你可以去打 當你有一些狀況 不是很瞭解的時候 會有一些比較邊緣的凝界值 或比如說A7O你要不要開 那當你不知道要不要開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手牌記起來 那你就會收集了很多邊緣的狀況 你可能每天打牌前去看一次 那可能這個基本會越來越長 然後久了之後 你就會知道 哪些牌是可以 哪些牌是不行 一開始我覺得先從prefile開始學 因為prefile 基本上你就是80%都在蓋牌 20%30%在玩牌 所以你在你玩了20%30%的時候 你要確保你選到正確的範圍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用練習模式學也是可以 也是 其實大家之前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其實也有提到 跟對的人討論也是蠻重要的 對啊 當然就是要去找 第一個當然成績 他一定要有成績 我覺得有成績跟會教學是兩件 因為他有成績不一定會教 像我成績還可以 可是我教學 我覺得自己就教蠻爛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時候學生 但是其實在台灣現在有蠻多教練的 你看職位他們是教練 菲提他們有出教材 查理他們都有出教材 一些真的有能力的 能夠做出教材的人呢 能夠有組織的結構去講這些東西 我覺得每一個教練都有值得學習的東西 不管在任何時候 去學任何的東西 都一定是有幫助的 然後之後你可能進步到那邊 你可能又有一段高遠期 或是一些效封 可是 當你在收集很多 只是你會又有一天 你又融會貫通 你就會往上爬 我覺得是 有一種叫慢慢往上的感覺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之前大赫呢 在影片也有一直在鼓勵 讓更多人認識撲克 讓更多人了解撲克 讓這個整個撲克的圈殖越來越大越來越活絡 那對於目前越來越多新的玩家進來 想要走向辦職業或是職業 但是在對於這一塊的話 在審視自己的階段 哪一個可能是關鍵的 就是自己適不適合成為職業的話 我覺得是不是成為職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熱情 你到底喜不喜歡這件事情 因為我所謂的喜歡這件事情 是你可以 隨時隨地都在想撲克的事情 你可能走路都在想撲克的事情 你有熱情才有辦法 堅持在你遇到挫折的時候 讓你不要放棄 因為很多人遇到挫折就放棄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為你就是 就不會嘛 不會硬要去弄 就是弄不好 但是如果你非常喜歡這件事情 你就會有熱情 那打撲克就是 你三分鐘就有辦法學會的事情 但是你要變強 就是一個一輩子的事情 我們以前去買書 那些書到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觀念太舊了 那其實就是現在的教材 跟學習的管道越來越多 簡單一點來說 現在大部分打的玩家 其實都有一個水平在 那我覺得就是 第一個我剛才講說 你要成為職業 當然你要有熱情 第二個就是你要 真的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學習 因為大部分打牌的人 都會打很多的牌 可是他沒辦法去做很多的學習 就跟打籃球一樣 我可以去每天 我去跟他三打三打全場 幹我不會在那邊練基本工作 不會練基本工作 因為練基本工作跟去學習 是無聊的 打牌是有趣好玩的 我覺得 其實我發現其實真的 因為喜歡打牌 跟你願意花時間去研究 其實這個我覺得就是跟 職業跟輿論玩家最大的區別 而且熱情在進步的過程 你會很有成就感 我覺得打撲克 那個最有成就感的是 經過很多分析 然後你做一個非常大的賽事 的美六杯 然後你再把對手的牌講出來 這是我在打撲克 我認為說 就最有成就感 就是因為你知道那個狀況 然後你要掌控整個牌 掌控的牌 那種是我覺得打撲克 最棒的感覺 我也非常喜歡 所以當然你在打牌的初期 其實就算參賽者有國際賽 其實是不是從一開始 也是先從賽一分去 沒有 剛才去根本沒有想打主賽 那時候 你看那時候我說 贏個40萬覺得超多 那如果我認為40萬超多 我怎麼可能去打一場 4萬塊 1萬港幣 1萬港幣很大 那時候可能去澳門 我可能全程伤害 就可能2、3萬港幣 我怎麼能去打1萬港幣 一定是打什麼 3000的啊 5000有贏的話 再說 其實一開始剛去澳門 打紅紅杯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打現金桌的 概念去 因為那時候你知道嗎 紅紅杯是一個 全亞洲最大的賽事 並且是說 大家都會為了這比賽而去 但是呢 很多也不是去打比賽的 他們是因為這個比賽 為什麼要去 因為現金桌會變得很好 因為平常 你待沒有賽事的期間 你在澳門 可能就平常 有人在那邊打一些 偶爾的遊客 那因為這個紅紅杯 就有超多人過去 其實是為了打現金桌 然後有贏錢 好像有比賽 可以參加一下 贏的時候 比賽好像蠻好大了 然後我才開始打比賽 所以我覺得就是 因為一個地方的 一個賽事會影響很多 你看 包含你看像現在 台灣的華人德歐普克學院 辦的比賽 現在已經是 整個亞洲超巨的規模 你看有六十幾張桌子 變成是你看來 台灣參加華人比賽 他一定會帶動 整個周邊的效益 台灣當然沒有現金桌可以打 但是台灣有現金桌可以打 有人會 可能不是來打比賽的 他可能是因為這個期間 過來打現金桌賽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周邊的效益 去影響整個狀況 所以那時候其實在 2010左右附近 那時候可能在亞洲地區比較大的賽事 其實是不是就是 紅龍杯為主 對那時候其實也有 那時候其實也有apt 可是那時候apt 就是一個比較小規模的賽事 那時候紅龍杯 因為那時候他合作的平台是 Polkestars 那Polkestars本身就 當時就是一個全世界第一的 撲克品牌 其實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其實我在2015 2016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是 Polkestars的 Team Pro 所以那個Polkestars的合約 就是我們打紅龍杯 都會有一些免費的門票 就合約裡面都有一些門票 所以 而且那時候 從紅龍杯 他也衍生了很多其他系列的賽事 那時候紅龍杯叫做 Macau Poker Cup 然後後來他又衍生叫 Macau Million 就是 澳門撲克版本賽 澳門撲克版本賽 就是一個新的品牌 然後之後他又 ACOP 一個年底的大賽 所以紅龍杯對我的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天下武功出少林的概念 所以在龍年之後回歸 我就覺得超級興奮 所以其實 對於比較資深的玩家 有點像是回娘家 但對我們那種新的玩家 其實是想要去體驗看 那個就這麼經典的IP 對啊 所以在今年的7月26到8月10號 紅龍杯會在我們季州島重現 對不只在季州島重現 而且到今年的6月10號到6月16號 在全台的華人德州撲克協會 約半紅龍杯的前上戰 而且這次他每一個很多賽事都有 夾帶那個紅龍杯主賽事的 可能是票或是Packing之類的 估計今年去季州島打紅龍杯 我敢保證絕對超過100人 對 而且這次其實紅龍杯的賽事表 其實應該已經釋出了 當然有沒有想說已經有決定好要參加賽事 這次的紅龍杯系列賽其實跟以往不一樣 就是他有比較多混合遊戲 以前亞洲根本哪有什麼270 或是27 triple 然後上台有學了RES 就是最近有學了一些混合遊戲 可是我覺得就是如果這些遊戲 你沒有常去玩的話 你就會忘記怎麼玩 上次我還去參加一個比賽 就是Big O的比賽 是完全不會打 我一進去我跟一個3B 在什麼A10這些棒 拿23扣人家O1 因為我以為我有LOW 結果其實這是沒有LOW 因為LOW你要5張牌 要8HIGH以下 除非有RUNRUN的什麼4跟5之類的 所以那個牌就是超級爛 但是我做錯的這件事情 那我知道了 就從錯誤中學習 所以這次我應該也會參加一些 27 single做的比賽 然後如果有PLO5張的牌 這次應該也會參加比賽 所以這次呢 華人傳奇經典回歸 我們紅龍杯紅龍back 這位在7月26號到8月4號 激州島藍頂娛樂場呢 可以遇到我們這些 我們傳奇中的牌手 6月10號到6月16號 在全台的華人德歐撲克協會 即將會舉辦紅龍杯的前哨戰 那紅龍杯的前哨戰 打到票你要去哪裡呢 就是在今年的暑假 7月26號到8月4號 激州島的藍頂娛樂場 你也可以透過PokerChain的官方Linead 直接線上購買套票 然後這邊是大亨的博越真火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呢 請幫我訂閱分享並按讚 或者加入我們的社群 加入PokerChain的Line群 一起跟我們討論撲克喔 掰掰 掰掰 掰掰